一定要看不能投西蒙的理由 这是经历西蒙执政后 一名商人朋友 也是行动党的铁粉说的 他这番话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面对柔佛州选举 在使用什么标志的问题上 严重出现分歧和分离 最终达至了不是共识的所谓共识 火箭诚信党选择用西蒙标志 而公众党则选择用自家蓝眼党挥上阵 西蒙连竞选标志都无法统一 我们还能指望西蒙带来稳定 这也是西蒙公开决裂的征党 火箭不敢用自家党挥上阵 担心不被马来人接受 公众党为了自己的胜算 不惜抛弃盟友 稳定的政府真的很重要 西蒙先是因竞选旗帜而闹分歧 再来就是行动党的内斗瞬间爆发 党内派系为了候选人问题公开枪声 周选都还未开始 就已经内斗内行民争暗斗 试问这样的政党联盟如何带来稳定政局 西蒙连用什么旗帜上阵都无法达到共识 甚至蒙党对本身联盟都没有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对于如何治理柔佛州 如何带领柔佛州人民走出困境 根本不可能会有明确的理念和方向 反而只会把柔佛抠进另一场乱局 西蒙内战先乱真的不能投西蒙 要稳定的政府必须投选国阵 理由二执政成绩不堪 西蒙执政政策不断优转 投资者信心近视 虽说新政府上台后 对前朝政府批准的各项工程进行审查和检讨 虎谷后悲 但他们在宣布搁置或取消工程前 却没有考虑到此举对经济所将带来的直接冲击 导致各行各业行情出现顿崖式滑落现象 西蒙执政无能 民间一片骂声四起 最后还在单容比爱独选遭遇惨犯 林吉祥 林冠英父子绝对是金燕老道的反对党议员 非常清楚前朝政府的弱点也善于瓜绝问 但行动党做了政府后 包括林冠英当上财长 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去纠正问题 因为他们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赢得大选 直到西蒙执政后 他们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问题 林冠英只会滥用财长职权公报私仇 不断引发民怨 从林冠英的角度 他只是想证实自己之前 对前首相纳吉导致债台高筑的指责 当然向全世界宣称大马国债超过一兆令吉 但这番言论引发市场恐慌 股市陷入动荡 令吉避之急措 影响国家财政评级 单单这点就足以证明 林冠英只适合当反对党的角色 理由三 马兴关系胶准 马兴关系唇齿相依 牵一发而动全身 自马兴分家后 两国偶有唇枪折剑 但仍保持紧密关系 西蒙上台后 从龙兴高铁到重新谈判 马兴水东协议的连串动作 一再伤害马兴关系 西蒙以为前朝政府授身为由 前首相马哈迪在执政约一个月后 宣布新政府将会终止前任政府 与新加坡政府合作的龙兴高铁计划 较后却改口称展颜这项计划 等于搁置了龙兴高铁计划 同时 敦马也对外声称 马来西亚有意重新谈判将在2061年 届满的马兴水工合约 让马兴关系直接向着冰冰 倘若马兴关系失和 这对需要往来马兴工作的大马人民 绝对是只有摆摊而无余力 无论是外交关系 抑或经济表现 甚至是教育课题 西蒙不仅交白卷 而且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